臉書 請 妳這樣會嚇到妳 Давайте一起 É 你這個小師姐幹麼 我感到什麼 幾二 敬禮小師姐快樂 要好好上課就好 感謝大家喔 這樣很好 不過教師姐放假更好 可能吃得更好 教師姐放假可能就得不到這些祝賀之類的 我比較擔心的教師姐變成什麼整理解釋類的 但最多還是小高一歲 應該還不會有機會 我以前前面成過 教師姐也會成過 怎麼整齁 都是各樣的整齁 對路進去 對路進去而已 然後我們可以上課 先講一下 我們這一節課 然後明年一節課 會把第三章上完 那下禮拜的四跟五 又會為一節課 下禮拜四的那一節課 會把四之一上完 然後禮拜 下禮拜我就要小考了 下禮拜五對 然後下下禮拜四才算考 所以時間上 跑到哪裡 四之一 所以目前就是整個時間節奏 因為你們班沒有儀位放假 但是各位都剛剛好 好 課得開始了 在四九夜的地方 看過一面是我們上次講到 整個消極制排的期間 請問清朝把台灣納入百分之後 一直到什麼時間點為止 我們一般定義叫消極制排 1874年 那也有人因此把清朝的 再台灣統治分成前期的後期 前期從1684到1874 大概就是這一張三個剔圖 都涵蓋了時間 然後1874一直到1895 短短大概二十多年的時間 我們說像孫保甄 這樣的官員 本身反應的是 相對積極的制裁 但這是一個大致上的想法 我現在請各位做一個練習 你看像左邊這一頁的 三個台灣的例子 我們會說它是消極制排 有沒有哪一個時間點 它相對是比較積極的 因為消極只是一種 概念性的講法 但如果說這個消極當中 有一刻相對而言比較積極的話 你會覺得是什麼事情之後 注意會事件 好像說太陽答案 哪一件事情之後 提示你 就行政區調整比較多的那一次 注意會事件 來注意會事件之後 同意嗎 是不是從一輔三線變成一輔四線二零 有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我們會用一種歸納性的名詞 說它是消極制排 但消極也有程度的差別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相對比較沒有那麼消極的 特別其實有寫到這個意思 你看四十九頁的第二段的地方 他說台灣普現設置 自從一七二七一五四線二廳後的 一百四十多年沒有變化 但這句話你可以看兩個意思 一個是一七二七之後的一百四十年 超白蘭很消極所以都沒有變化 可是往前看的意思是一七二七年的這一次 算是有變化 因此你自己注記一下 一七二七年就是朱立貴之段以後 雍正所做的調整 就是你們剛剛講的答案 所以這些我都傾向它有記憶的成分 但你不要完全用記憶的去看它 單純看這幾個範圍的例子 你也可以看出類似的意思出來 如果這個概念沒有問題的話 接著請看到最後一行 課本有一句話他說 清明的地方行政區化 始終落後於民間的開發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 比較相較於現代來講的話 古代比較沒有什麼計畫性的 火先軍預作規劃 或是像現在的都市計畫這些東西 所以課本講的這一句話本身不是問題 政府的目標往往都是在民間的開發之後 所以剛剛你看到課本的這一句話 我想讓它精準一點 嚴重落後 請把嚴重兩個字加上去 落後的一步兩步這不是問題 因為大多數的政府沒有辦法 在當時來講沒有辦法以這種原件 或者預先規劃 但是可能以台灣的情況來講 已經落後十步了 就是一個消極治理之下的強制 好 我們順著消極治理 因此在三之一的地方 我們要從三個面下 來看消極治理所造成的後遺症 後遺症的第一個部分是 臺灣有一個很特殊的人口的解構 以及他們的心態也是不同的 那消極治理後遺症的第一個部分 大概就是在課本四十七頁 即將未來第三頁的地方 移民用途最多 不知道對方來講 不是一個大移民的時代 我先把課文先塞入在投影片上面 第一個 在臺灣的幾乎都是非法偷入者 因為要合法來到臺灣 我們上一節都講過 是不是你必須要申請 而且申請還滿嚴格的 所以其實真正透過申請 也就是合法到臺灣來的少數 多數是非法偷入者 那會有這麼多的非法偷入者 是因為臺灣實在是太吸引人了 因此我把課文的這一段話 把它分析一下 現在臺灣的難度很高 臺灣海峽人生就是一個上海 你要路過臺灣海峽 特別是澎湖到臺灣的這一段 俗稱叫黑水溝 它有一些海上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你要從福建來到臺灣 第一個你要克服的障礙是 會不會人還沒到臺灣 還沒撈一筆就已經死予費命了 那個其實是有可能發生 而且機率不是很低 因為我們講的不是 現在有這種動力引擎的船隻 指的是帆船 所以只要海上風浪一大 或者那種特別透過穩定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就是隨波逐流 然後命運就是掌握在大自然的手中 好 第一所看到的是 臺灣海峽的天線 那臺灣又是一個落落強勢 因為你知道官員少 官方的治理的力量很薄弱 然後這個地方大家都是用鼓勵 用自己的蠻力來爭取在這個地方的立足 所以其實這些都反映了 來臺灣是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但更不要講疾病 或者原住民出來獵人頭之類的這些 都有可能會發生 而是我們講的是這個大背景之下 就是一個福建廣東把人推出來的過程 就傳統講的 這個地方山多田少 蒙生不利 所以把人推出來了 那臺灣又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我們叫做馬力 地廣人吸 農業生產表現得比較好 這些都是課本的文字 那當然我要特別強調的是 所謂的地廣人吸農業生產表現得比較好 是漢人的觀念 因為以原住民來講 其實這些地方就是梅花露奔馳的地方 如果你不讓梅花露有奔馳的地方 最後哪來梅花露的收穫呢 所以這個完全是漢人農耕的觀點 是密廣電池 可是最後他們所開墾的這些土地 其實就是原住民原來的手機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的就是 原住民在漢人開墾的過程當中 土地大量的流失 經濟生活也慢慢的 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 他們本來是到處都有梅花露 到後來梅花露就是慢慢的消失 乃至於它不能振回一種偶射的方式 原住民也只好回頭過來 學習漢人的文技術 又因為技術不比漢人純熟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一個原住民 一直被弱勢化被變原化的過程 這個是我們先講在前面 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剛剛的後遺症 各位各位在看吧 因為陸台禁令 非法後遺症著蒟蒻 就算難度很高也要來 因為台灣的拉力很強大 好第二個 台灣海峽很像是一個篩子 並不是真的在福建生活不下去的人 就一定會到台灣來 太膽小的不會來了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過程當中是有很大的風險的 因此未來台灣人都是願意冒險犯難的人 不是常常講的勇敢的台灣人嗎 勇敢台灣人就是這個篩子篩出來的 因為他很膽小他就還是福建人 所以會露台到台灣來的 是不是一定可能是具有獨足性格 或者是我想是最早的 就是反正移民社會本來就不是一個 我們可以用正常社會去理解 當初會有一群人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會有一些特殊的背景 我現在從這個角度出發 所以願意冒險犯難的 願意獨一棒的來到台灣 所以可能會用移民具有強烈的功力取向 這個詞講白一點就是我為了賺大錢 而且我願意錄一棒 那在我們現在講的17到18世紀 其實對全世界來講都是一個移民的時代 就很多人群的移動 我舉一個各位比較熟悉的例子 有經過五月花號嗎 不是衛生紙喔 經過五月花號 就是當初是不是因為宗教的因素 然後是一群人路過的大西洋 來到北美洲的東岸 那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歐洲在16到18世紀 也有許多的人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來到了北美洲 那他跟台灣這一些 就是從中國大陸來 就性質上來講 好像是有一些可以比較的地方 可是他們或許也有某種功力的精神 但是來台灣這一批疑 跟去北美洲的不太一樣 去北美洲的 往往是在歐洲遭到宗教跟政治迫害 所以他們是在北美洲尋求政治的新天地 然後宗教的新天地 例如說在英國被迫害的卡爾教誕的信徒 因此就搭乘個船隻來到北美洲 可是我在台灣歷史上看到的 比較缺乏這種背景 比較單純是以為賺錢 這個是比較之下的強度 所以來台灣之後很勇敢的 追逐自己經濟上的幸福 因此如果有人妨礙到你的利益 那就直接趕嫁了 分類泄漏 或者是在台灣追逐財富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一種非常勇敢的謹慎 這第二點我已經要說很多了 那三四點是在講 來台灣的人本身在年齡的分部上 還有性別的分部上 是極度的不均衡的 所以克文請你看到 在四十七頁最后的地方 他說他有提到兩個詞 一個叫社會增加 一個叫自然增加 有看到嗎 一個社會人口的自然增加 就是靠下一代的出生 那像台灣現在進兩次自然增加居多了 就是因為結婚嘛 然後因為有下一代的人 可是台灣在早期主要是社會增加 就是透過這些意義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分析 他們會一直幫我們台灣來嘛 所以未來台灣的都是這些青壯的人口 因為他們也才有那種力氣去增足在經濟上的財富 或者在社會上的地位等等 所以在台灣是男多女少 那男多女少其實是所有的社會 幾乎是共同的特徵嘛 如果你有看過美國的那種西部片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種什麼 在什麼美國西部小鎮啊 然後是酒吧 然後什麼互看不順眼 就什麼在外面 不知道什麼情緒 對決那種畫面 那種電影你仔細看一下齁 它其實裡面也都會以男性去過 所以在那種片當中很少出現女性 只要出現女性就會成為Spa Line 眾人矚目之教練 因為太少看到女性了 所以我們在台灣其實也看到 比較類似的例子 而且他們彼此也不太會依賴官方的力量 來解決彼此的糾紛 所以你在美國西部便會看到的是 用槍塑造石 然後去看誰出槍的速度快 來警派彼此的糾紛 那在台灣呢 台灣就是這個 所以只是用的方式不同 但是其實他們都不太靠官方的力量 去解決他們彼此的糾紛 好 男多女少 陽剛意味非常重 而且這些男性幾乎都是成年單身 也就是來台灣聽一下 來賭一把 因此我們把這一群人稱為羅漢教 所以後來像分類邂鬥 或者像民變 往往就是這些人去參與 所以台灣社會整個呈現 非常死不動的狀況 好 好 再第四點 青壯 沒有 我還想拿那個卡其男學校為例子 好 好 再第四點 青壯 青壯 男子多 老少 極少 很有力再講 好了嗎 我關掉 我關掉 中華又變另外一個檔案 我幫你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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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不用 好 先讓我上課了 青壯男子多 老少極少 因此來台灣的是以年輕人口居多 那這些年輕人口理論上一段時間之後 是不是也會慢慢年紀變大 但是在他年紀變大之前 有蠻多已經先被改掉 所以台灣一直維持著青壯人口 佔滿高的比例 又因為他們是羅漢教沒有結婚 所以也不太可能有那種年紀很小的 小朋友之類的話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東西特殊的人口組成 一方面是移民社會的特徵 一方面是整個官方消極治理之下的產物 好 畢業講完 現在第二點請翻到課本的第五十頁的地方 第五十頁對各位來講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課本講到了很多清朝官方的一些職稱 然後整個官場上面的一些樹木等等 好 那消極治台的後遺症之二 就是消極治理 那第一點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其實嚴重的落後 我不願意花錢 我不願意派員來治理 第二個 在課本的第二段有提到 當時官員來台三年為主政 其實一聽到派令說要到台灣來當官 這些官員也是心裡先就是不爽一陣子 因為派到台灣我剛剛講的 官員來一樣是有風險的 那可是他來到台灣 再回到中國大陸之後 台灣往往只是過水 為了是下一波他為中國大陸的勝貫 所以他來台灣往往就是一種 反正我既然要來 我就把這個地方時間混完就好了 那又因為來台灣 會牽涉到海上不穩定 氣候不穩定 因此後來就形成一個規矩 三年的官只要當滿兩年半就完 可是那本第二段就有提到的 那其他半年就當作某種 因為沒有辦法順利提察台灣 在時間上的損失 所以這讓官員更有一種 我其實只是來台灣過水一下 我其實只是來台灣待一下 因此他不會很認真的制度 那可能用到一個詞 如果各位看的東西叫勵志不良 勵志指的就是官場的文化 指的就是官員的心態 像譬如說如果這個地方堪忽橫行的話 我們就會說勵志不良 那這個地方如果官員都很白爛 也會說他是勵志不良 好再來第三個 從中國大陸會泰灣來 從中國大陸也會泰兵來 因為清朝不允許在台灣 自己就是培養出自己的士兵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是有一題之好 但這一題我主要不是叫各位作答 我答案先給各位 這是半兵制度 半兵制度其實是師老所建議的 現在請各位大概花個一分鐘 把這一段看過 你知道嗎 當初是在一個幾乎是許多官員都反對把台灣收入反對的時候 師老寫了這一篇的工程台灣765 後來康熙當然是把台灣收入反對 也實行了半兵制度 請問單純就有半兵制度來講 師老是怎麼打動康熙皇帝的 這是我的問題 我抄寫一下還是有同學願意回答嗎 來請說 就無天兵爭想之輩 無天兵爭想之輩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不用特別花錢之情 天兵爭想之輩 天兵爭想可能跟央食是比較沒關係的 跟薪水也是有關係的 就不用特別花錢然後再請 好來 這邊 這邊是誰講的 林子涵 林子涵 林子涵講的沒錯 所以對康熙來講 我要統治台灣要花很多錢 是不是我很大的顧慮 但師老說你康熙不用花錢 那不用花錢 那台灣的勢力從哪裡來的 就從中國大陸的江西、福建跟廣東掉來 所以請到第三點 古背半兵防反亂的第一段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半兵制度的過程 所以這個班是輪班的意思 我就從譬如說江西把一支部隊調到台灣來 新潮的正規軍隊叫做綠營 把他拿到綠色的地 綠營的綠是因為他們拿的軍旗是以綠色為主 那所以譬如說從中國大陸 江西或者廣東去的地方 調一批部隊來 三年之後再回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對清朝來講 並沒有多花錢養一支軍隊 所以對康熙來講這是可行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事情凡是有意就有意 你省錢的目的達到 那缺點是什麼呢 是不是他從中國大陸的農地掉來 而且他到台灣只待了三年 甚至是不到三年的時間 他對台灣一定不會很熟悉 同意嗎 所以對台灣人地不熟 是判定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他光一個來台灣熟悉 那部隊在調動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事情 所以其實也是來台灣過水一下 那這套制度是後來實行到 你知道他其實是有一些缺點的 例子第三點 客人講的地不熟的雲在這裡 第四點是對各位特別難的 台灣的五五官員的體系 現在請看到表三之一 表三之一 客人剛好用三個不同的底色來區割 顏色越深就是越高增 那這個表我先帶各位看懂他的意思 左邊從上到下這一系列是五官的體系 你自己把它調一個字 右邊從上到下是文官的體系 對清朝來講就是文官跟五官是並列的 那從上到下就是從中央 從比較高層到往下 比較地方比較急著 所以比較深色的兩個其實跟台灣是沒有關係的 像皇帝的底下 環古的就是兵部 環文的就是禮部 然後在北京中央的底下 下一層是省就是福建 那福建最高的五官是提督 最高的文官大概就是總督循府之類的 這些也不是跟台灣直接相關 他是台灣的上席 那因此我們如果看到台灣的話 台灣最高的五官是總兵 台灣最高的文官是分尋台下兵被報 那這個詞實在太長了 我們一般其實不會講一個官 講這麼長的名字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會用簡稱 稱呼這個行政的層級叫做報 報上面其實就是總督循府的 那我們一般稱呼這個官員 會稱呼叫報財加一個財資就對了 報是一個行政區 牌是指這個行政區的官員 那道的底下是府也一樣 稱呼這個官就叫府牌 當然叫知府也可以 那在底下就是知縣 或者你要叫縣太也 比較一般的稱呼譜也可以 這是以後各位可能是會在文字上所看到的 那五官你看過去就好 這邊比較重要的是五官系統 我們說康熙把台灣收入版平的時候是一府三線 所以他的位置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得到 那府的上面是道 台灣比較特別齁 台灣在省之下是一個道 一個道的底下也只有一個府 然後一個府底下有三個線 那後來不是又變成一府四線二聽嗎 聽跟線是同級的 通常聽是設在更偏僻的地方相較於線 可是如果以行政單位來講 他們是相等的 好 那到這條曲線以上為止叫做官制 課本其實只有這個表只有到官制 你被自己再往鼻子下再寫 這個地方是想制 官制是什麼意思 政府出錢養官員 每個月給他薪水 這個叫官制 所以他是正式的 傳統中國派到最基層的官員 就是縣太也就是知縣 因此請看到在特朗普實頁 文字規制與總理的地方 好 第一條例 傳統中國官制組織禁止縣 可是一個縣其實滿大的 你想想看一開始的時候 台灣只有三個縣 那幾乎已經把台灣西部的 大半的地區都納入統治 所以一個縣管轄的範圍是非常大的 支縣的底下必須要有一些地方的縣 協力者來這個叫鄉 鄉是地方的意思 所以鄉製有一點是地方治理的那種感覺 好 所以縣的底下分兩層 第一層叫禮 禮又有很多的別層 有些地方叫房或者叫鄉 禮的在下一層是街或者是樁 那這些都不是政府所負責的層級 所以這些擔任你或者是接莊的領袖 都是由當地人擔任 而且是沒有薪水 那時候沒有薪水他們為什麼會願意做呢 因為支縣可能會給予他們一些權利 而且他們在地方上也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我們現在好好問一下這個鄉製的特質是 它是非正式的 它不是政府花薪水養的行政的月 而是地方上一些比較有頭有臉有影響力的人所擔任 並且跟官方合作的 所以你看課本在五十頁第三段就顯得有點難了 所以我把這段念一下 現以下的鄉製五十條 在地方領導人協助官方制 你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看 官方不願意花錢 或者是支線的底下有當地的 比較瞭解當地的狀況 給予一些協助這些都可以 那因為官方統治力薄弱 哪有聯合 這邊把它畫下來 聯合術的結莊成立聯莊會的相約 然後最後也好 維持地方治安跟管理工作事務 所以在不同的結莊 這個結莊其實跟我們現在用到的結 什麼會洋結的意思是不同的 這個結大概已經等同於是 我們現在的一個象徵的大小 其實也不算太小 那所以課本講說結莊幾個聯合起來 然後具有維持治安的功能等等 你自己把它助記一下 這個東西也叫做金莊聯將 我剛剛念的課本的旁邊 你自己把它助記上去 這邊就是一個大小的考博 但我覺得蠻難得念 你先寫上去我再做解釋 清裝聯將 然後先來看傳作用的大考題 這是課本甲的結合數個村莊 這個莊其實跟那個莊是一樣的字 只是寫法不同 加以邊主持是清莊邊甲 這個甲是保甲的意思 那我們從一個比較長時期的脈絡來看 台灣因為早期偷渡客很多 羅漢角很多 而且移民增加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到了19世紀 台灣就形成人已經塞滿了 而這些羅漢角又很多 資源的競爭非常的激烈 所以這時候地方上是不是 維持治安的壓力就變得很大 但每個街莊本來都是自己管自己的 但你知道羅漢角其實就是遊民 他們遊十四方他們會到處逃 因此就形成地方阻攀在管理上的盲點 當時又沒有監視器 當時也沒有這種網路通報系統 所以他們只好加強結裝彼此之間的聯繫 並且把這些地方自我防衛的保甲層納進來 簡單來講就是建立了某種網絡 讓這些羅漢角不管你跑到哪裡去都無所遁形 這是慶應照片講的目的 它的時間會在19世紀 是因為當時台灣的資源競爭空前的激烈 這我剛剛已經提到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A 這一題我也不是要不會判斷 B答是A 這一題答案為什麼不是B 因為時間還沒到東西嗎 時間還沒到 這一題C時間更還沒到 但這一題的豬剛好跟這一題題目是相關的 來請回頭看剛剛那一段的第二項 是不是地方領導人或協助官方治理 這些地主有可能就是地方的領導人 所以他們是站在官方那一邊的 不是官方所要代理或者防治的對象 所以我們先把這整件事情的性質先掌握住 那有關這個行政區 真的要再講還有一些可以講 但是我怕講難的各位也會受不了 因此特文看得懂這個結構看得懂就好了 接著我們回到剛剛的 後米正的第二項部分 這邊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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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官員相助皆是剛剛講的 來請看到在各種的 五十頁的倒數第二段的地方 本來在清朝的制度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整個 文官跟武官密集 大概都整個交代過了 近狀面下來講過了 但在中國大陸一般的規矩 文官的職責跟武官的職責 已經分得很清楚 但是到了台灣之後反而變得不清楚 因為隔壁跟台灣海峽 雖然台灣屬於福建 在當時行政區化來講 但其實並不真的能夠監督台灣的政治 所以政府就想出的是 讓台灣的文官跟武官 加強他們一些功能 並且讓他們的職責重疊 然後相互的堅持 所以你看各種倒數第二段 他說賦予總兵長兵權 同時監禮文官審安 審安本來是文官的職責 但現在武官也可以審安 其實說算的就是 上席政府不放心 可是你讓武官去做文官的事情 你又讓武官去監督武官 你把這個不放心制度上做一個調整 可是最後其實就是權責不起 而且本來是分衝合作 到最後變成互相的監視 以至於其實沒有辦法達成行政運作的功效 因此相互監視 才其實在台灣一個很特別 或者是說很奇怪的情況 好消極治理的最後 我們要提到的一點 上一節課其實已經提醒過了 在最後一段影片 台灣一開始不准有成效 剛剛講過這個想法很奇怪 不准有城牆的原因是因為 有了城牆 如果亂打判軍攻入這個城牆之後 官方就很難再把它拿下來 它背後原因很簡單 因為清朝一開始根本不願意 在台灣有足夠的註定 所以讓你唱衰自己 我根本不可能去抵浪這些判軍 所以我乾脆不要城牆 所以等到這些判軍真的反判的時候 我再一次性的從中國大陸 調集大兵與殲滅 這個是盡早當時的想法 可是這個想法後來經過一些事情之後 還是有調整 我們先從頭一片來看幾張多 有時候圖片會騙人 這是1684年 你剛把台灣收入反流的時候 一個台灣的歷史圖 這裡是台灣府 我特別了解的 這裡是侏羅縣 這裡是鳳山縣 那台灣府這個地方 它畫得好像是有城牆 但當時是沒有城牆 所以後來的朱以貴是 毫無障礙的走進台灣府城 因為沒有城牆 那你現在是裡面的官員的話 其實就是每天都擔心 朱以貴不朱以貴會惡床進來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沒有防禦的狀態 所以後來在朱以貴事件之後 就做了調整 你把倒數第三號畫下來 朱以貴事件之後 實以木柵作為成員 這種城牆其實很鳥 木柵是什麼意思 木柵是什麼意思 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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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一開始搞不好 有類似的遺憾 它可能是種樹 或者一些木板定在那個地方 或者是種刺竹 刺竹就是它是竹子 然後會長刺 就是你長刺 然後無法立即穿越 那這些東西其實防禦性很差 但你也不能說它毫無防禦性 至少跟那個朱以貴可以散步 進到太陽純層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好這個東西就是 因應朱以貴之外所做的改變 來客人我們是繼續畫 臨爽我們世界的時候 有了土牆 客人沒有講清楚 你把土牆寫上去 土牆就是 歐一片這個牆 它其實就是比較有黏性的土加水 然後做成乳磚 所以這個已經算是 跟我們一般所意識到的牆 已經比較接近了 可是它仍然防禦性相對還是比較弱 所以你看最後一堂 道光這已經到了十六世紀 漫漫有的磚牆或者是石牆 這東西其實都是記憶的編 但會講得這麼細也是因為 你考試有考過 所以你們剛剛課本 大概在各位看了一輪之後 這一題學生 你各位就可以回答了 金塔玉石我晚一點再講到一次 他是一個高級官員 所以他後來跟皇帝建議 應該在臺灣府 以牧為乍島路關屬 然後這一題要問你的是 就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死 死 因為剛剛才講 所以你一定知道會死 好 那這個演進的過程 各位掌握得住 我現在舉一個 我弄一下有關的例子 那這邊是東門 曾經台北城的城牆 是沿著中山南路 有蓋 那後來拆掉現在只剩下門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台北城在蓋的時候 時間非常晚 台北城是誰蓋起來的 從城堡城蓋到遊泥船 所以他已經是我們在客人講的十九世紀 所以台北城在一開始蓋的時候就是專家 這樣可以嗎 可是如果比較早的城 像是那個台南府城那很早的城的話 其實他就是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 從木柵到土牆 然後慢慢架起他的法律性等等 好 我們消極統治的第二個部分講完 再來第三個部分 請看到第五指標 第三個部分是跟原住民 那這個時期的原住民 我們主要指的是漢化的林谷 或者你要稱呼首翻也可以 好 那我們先看的是一條線 就是政府所做的設置叫翻戒 廖翻戒後來在地圖上叫土與紅紅線 我們先看一下為什麼廖翻戒 翻戒就是為了德里漢翻 那因為我們在清朝所指稱的翻 其實是有生翻跟熟翻 所以這個翻戒比較多的情況 是把漢人跟熟翻畫在一邊 通常是在地圖上 漢比較接近西木平原和西邊的地方 比較靠東邊接近山區的就是生翻 因此跟我剛剛講的熟翻跟漢人之間的戒線 就叫做翻戒 翻戒的設置有多種的目的 第一個 防止漢人多長翻地 必必勾結 第二個 他生翻出來列人頭 所以出草活手的意思就是列人頭 第三個 防止漢翻勾結 這跟第一也是有關的 第四點 第四點其實是一個比較積極的意義 保護原住民的產業不被漢人解鎖 但我們知道這個翻戒後來因為 政府實際上也沒有太足夠的官員來治理 所以這個翻戒不斷不斷的倒退 同時這些功能也沒有達到 這是我們先講白前面的 好 那這個翻戒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得到呢 我們先看到第51頁底下的地圖 這個地圖有很多很多的線 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 有沒有看到比較靠近底下 底下是靠西邊嘛 就是接近台灣海峽 這些橘色的線都不是翻戒 這些橘色的線是交通要到的 紅色的線是翻戒 如果以這張地圖來講它是比較舊的翻戒 然後這上面有一條是紫色的 這是比較新的翻戒 那問題來了 它不就是漢人跟聖班之間的界線嗎 為什麼還有舊的跟新的 就是因為官員都沒有在管 所以幾十年之後就發現了 因為本來翻戒不是在紅色的這條嗎 幾十年之後回頭看 為什麼翻戒裡面全部都是漢人 因為漢人會有一個開墾的動力 於是就侵犯了翻戒 那幾十年之後你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於是又把翻戒往後退縮往後化 因此會有新舊之分的原因在這邊 那今天我們看到 翻戒又叫做橢牛紅線 這個我都可能講過 那我這邊還是幫各位再補充說明一下 應該直接往這邊推油 好 好來這一條是地點線 翻戒一開始 它只是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設置說 欸這裡是翻戒不能再進去 那設置一個史碑 所以各位都知道 台北是北邊有地理叫史碑 史碑是這樣 那可是漢人就是不斷進去嘛 所以最後為了識別 然後地理這邊多說五四三說 我們不小心冒犯了 所以在地理上 就有一個友情的界線出現了 那政府用的是一種最一層的方式 先把地面往下挖 再把挖出來的土堆在它的旁邊 所以這個就變成有形的飯戒了 好笑點在哪裡 跟你們蠻多會 其他的沒有笑點蠻有笑的 來所以這個叫什麼 來這個叫土堆沒錯 但因為它堆起來很像是水牛 趴在地上的時候那個被弓起來的樣子 一直叫土 這樣可以好 說土堆是沒錯的 那因為這個堆高的叫土牛 所以往下凹下去的名字就叫土牛溝 來請注意到這些名字是有時間順序的 線有土牛再有土牛溝 所以後來畫在地圖上的就叫土牛溝線 要不然就很難知道說為什麼會叫土牛之類的 好所以這個線後來就變成一個具體的 實際上你肉也可以看到的番戒 那你覺得這個番戒 合一段時間之後能不容易維持嗎 不容易要被裁判 因為它又不是牆 它是不是只是往下挖再往上堆高 所以各位往後翻一頁才特本的地圖 是單階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很難找到土牛溝路溝 資料夾右邊的照片是台灣現在絕無僅有 土牛溝殘留的文字 會可能有些地方會比較大之類的 而且這個大小其實我們如果沒有到現場去 也不太有的感受只能一張照片 可是我們都知道後來因為雨水的沖刷 因為其他一些人力破壞的因素 這些東西要保留其實是非常困難 所以客人講的已經是番戒 就是這些土牛溝流 或警戒的例子了 那我們回頭看頭影片 剛剛我們講說以番戒 風山但是成交不雜 跟蕭敬統治都有關係了 第二個 隨著漢人農業開墾 原住民的入場逐漸消失 所以你一開始是要保護這些原住民 後來實際上是沒有做到的 第三個 政府其實也基於原住民的勞動力 也希望他們幫政府去做一些事情 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好 在課本的五十一頁 第二段的地方 請你把一個詞畫下來叫番臀 還記得我們在一開學的時候 講過一個詞叫番臀跟臀翻 番臀跟臀翻 只是講的順序都不同 他們講的一種一件事情 比較原住民去臀肯 叫番臀 去臀肯的原住民叫做番臀 有點像到頭領 但實際上就不一回事 好 那後來這個東西形成一個制度 在臀肯的事件之後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番射彩蜂谷裡面有一張是 跟他有關係的 然後你別親看 這張是番射彩蜂谷當中的首愛 這個主題叫首愛 但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愛 你對照課本第五十一頁有提到愛這字 愛就是一個關卡 這個關卡設置在哪裡呢 就是在番界的某一個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在我手筆的這裡面就是聖番地人 在我手筆的這個地方以下 就是漢人跟手番的居住地人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就是番界 或者我們講土牛構的所在地 那比較重要的點就會設置一個愛 因為聖番可能會跑出來破壞自然啊 或者漢人可能會跑進去開著拿 彼此就派首班來守 會派首班來守就是看中 在林嫂宏之外來禮拜的福康安將軍 看中這一批首班的努力 所以這就是幫京朝守住某個番界的關口 叫做愛的首班 那這些躲在後面的 漢國帳範的就是這個聖番 那其實這個番射彩蜂谷是有解說的 說他們什麼頭頂上的裝飾是什麼不同的 所以這一群是首班這一群是聖番 那你要叫首班來守 他們幹嘛義務的幫你忙呢 所以後來政府就給予他們經濟上的基礎 我看到養善帝 把養善帝畫下來 其實這些詞說難也沒有很難 就是你知道他們相互的關係就好 養善帝就是給予這些去守愛的首班 經濟的來源 就是當他們耕作這個地方有收入 但政府請他們擔負的義務 就是去守住這個關口 守住這個愛 那這聽起來都很美好 後來發生什麼問題呢 這些手腕手的愛 以他的養善不斷 他無法在同時耕種的情況之下 去幫京朝防守住番界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本來很好的製作 後來實際上在執行的時候被人 再加上漢人也不斷地去清肯 去威脅到這些原住民的土地 所以後來實際上就是這些土地 要嘛就是原住民生活維持不下去賣掉的 要嘛就是被漢人所逐漸的清肯 然後變成是漢人的產業 所以這套制度也沒有辦法維持下去 請搬到本土五十二頁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 就是這些一開始可能是保護原住民 可能是原住民的保留地的這些地方 後來都變成是漢人的 我們看一下第二段的地方 好 念一遍 原住民雖然擁有土地所有權 地主其實就是業主 這都只是一個主在式的稱呼 但因為農耕技術不如漢人 這邊我要特別強調 因為我們這邊講的農耕 本來就是漢人式的農耕 他因為跟原住民 特別是貧固族 原來的生活方式相比 是比較具有儘越性的 因此貧固族在經過競爭之後 慢慢就落局下風 所以有課本這樣調述 官員又階於原住民的勞動力 有一些比較沉重的體物 要他們擔負 好 後面這句話 被迫將翻臉 開臉與漢電 來 跟同一天這個 翻產漢電 本來是原住民的產業 所以叫翻產 那原住民有可能農耕技術不如人 就找漢人來耕作 所以漢人就是這個原住民的電農 因此叫翻產漢電 後來原住民因為他自己的生計 無法維持了 他可能乾脆就把這個土地賣給漢人 這是一種方式 好 再一種方式也有可能就是欺騙人 或再有第三 第四種方式 反正長期來看就是這些原住民的土地 漢民慢慢地燃燒 這跟整個漢人農耕技術的比較具有侵略性 是有關係的 好 最後我們看到第三點 替罰改性化成漢 那這張各位就比較看得懂 那最主要是在描述整個十一住行 原住民慢慢地漢化的過程 所以你看到倒數第二段的最後四個字 是採田土地 在旁邊書記一下 採田土地其實就是養善地 前夜的養善地 把這三個字起來旁邊 採田加起來就是翻 所以這只是一個原住民的土地 用比較典壓的方式講出來 所以他當初其實就是翻臀 政府給予他謀生的那一塊土地 兩善地 好 時間關係 如果已經寫完 快速搬到第二節 我們要把第二節開一點 我們這次講完之後 按照各種順序 接著講經濟 然後講社會文化教育等等 所以我們在三之二講的是 經濟前期的經濟的方面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標題 開港前1860年之前 可是這個標題有點奇怪 我們一般會講的是 農工商業的發展很容易嗎 為什麼我們的標題只講農商業 不講手工業 好 請坐 那時候還沒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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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是這個 這樣講是對的 可是為什麼會沒有技術 漢人不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灣 有啊 到處都有手工業 那他們來台灣的目標 就是為了要開什麼 來 這講對了 來台灣的人是不是 特殊的考量跟選擇 之下來到台灣 然後是功利取向 手工業齁 不是很短的時間可以建立的經濟 不會同意這一點嗎 是不是工匠那個技術 都要逐步磨練 那跟一個短期 我來台灣就要制服 那個想法剛好是違背的 所以來台灣的人 比較不傾向 是從事手工業 這是第一個背景 好 先來請快速的 翻到客人的 六十二分之三頁 我們第二節 再下課程 就把這兩節講完 來 請把握這邊的要點 叫區域分封 台灣拿他所生產的米卡 去換中國大陸所生產的 收工業產品 所以台灣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並不直接從事收工業 好 那李馬陽教授 在這個地方有提到 這種區域分工之所以形成 是因為到了明清時代 整個中國大陸的 手工業非常發展 而台灣當時主要是一個 漢人式的農業開墾 種植甘蔗 種植稻米 那因為米糖可以獲得的利潤 非常高 中國大部分很需要 所以與其台灣自己建立手工業 不如台灣拿很具有競爭性的 這些米糖的產品 直接去換個手工業的產品 因此這是兩岸之間 區域分工形成的原因 就是每個地方都拿自己 具有優勢的產品來做交換 但我們看到在可能六十個頁 第一行地方計畫下來 今至前期 台灣以同肯為例 手工業相對落後 那這個落後跟剛剛同學回答的 跟他們來台灣的某種傾向 跟選擇是有關係 跟手工業需要時間建立也是有關係 好 可是台灣的確有了幾樣手工業 那老師你剛剛講的都交換嗎 對 大多數是交換 可是底下有三個例外 各位看一下陶瓷業 染布業 跟金屠主 你們現在適合用嘗試回答看看 為什麼台灣明明不太發展手工業 但還是有這幾項手工業 而生活需要的是手工業 都是在生活需要 但我不會自己支付嘛 從中國大陸進口就好啦 那為什麼會有金紙 金紙這樣兩邊 利潤比較高 利潤比較高喔 好像相反 金紙不是拿來燒的嗎 它是不是很大的面積 但是它本身不太具有價值 請光從海商運搭的金紙 那畫面應該是金納吧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東西不太適合海運 又容易潮濕 價值又低 是不是不太適合運過來 台灣又盛產竹子 是自己做就好 基礎門牌又低 來 這是金銀紙這個行業 染布是因為台灣有許多染布的原料 就是屬於變青之類的東西 細節再自己看 再來最左邊的陶瓷業 你們先回答我 在課本所提供的這張照片的陶瓷 是一般生活用的 還是屬於高級的陶瓷 這是一般生活用的啦 家裡的那個三餐用的那種碗盤 所以高級的還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因為它技術門檻是很高 我剛剛講工匠的養成 技術的養成是需要實踐的 但因為陶瓷有個特性 它本身不太適合販運 它容易破掉 所以一般生活用的價值又低 乾脆就在台灣生產 所以我們剛剛講兩岸之間的區域分工 是大致上講是區域分工 但還是有一些例外 這一節課上來這邊只有下一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